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与此毫无相干 叫阿六的人 那 那你有什么打算 现在紧要的不是我 而是小姐你 我 明德绣庄对你 对我都没有危险了 我想 我们明天去书场看看 若有条件 在这儿长期待下去 就要尽快地找所房子安顿下来 小姐 你看哪 岳先生 神大的病怎么样了 跟我到药方来一下吧 我有话对你说 古语啊 妈妈去给爸爸拿点药 你在家替妈妈好好照顾爸爸啊 阿玉 我们还是走吧 不看了 我这病啊 恐怕是 没 没吃 沈大 你别瞎说了 这天下的事情 要是什么事情你都料定了 还要先生干什么 你快点躺着吧 我拿了药就马上回来啊 我说的都是实话 小阿秀 不要浪费这钱了 留着给他 准备后事吧 岳先生 岳先生 我可是听说 这十里八香之劳病 可是你的专场啊 所以我才摇了几十里路 专程来找您 您可不能见死不救我 快起来 快起来 起来小阿秀 阿秀 阿秀啊 治劳病 的确是太和堂的祖传 可这也要看具体的病症啊 你家先生 他连自己走到这儿都不可能 的确没有什么大脂肪啊 岳先生 就算还有一丝的希望 我也不想放弃 我总能言巴巴地 看着他去死啊 阿秀 你何必花这冤枉钱呢 我就是给他下了药 也是白痴啊 岳先生 试药就不会白痴的 重症虾蒙药 药费可不便宜啊 再贵的药 我也要让他吃 哪听过 一个大洋一副药药 这不是烧钱吗 阿云 这药我不吃 这病我不看了 我沈大的命 快躺下 没那么稀罕 快躺下 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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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快躺下 爸爸快躺下 不看了 咱们换个地方扣啊 快去 巴黎巴椒 破坑 一百个大洋 一百个大洋 现如今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 够一家三口 三年的柴米油盐钱 够买两个黄花闺女呢 你可要想清楚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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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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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这么得了吗 少爷 少爷他又把水拉在裤子里了 你去给他洗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他脑子有病 得盯紧着点 这么大了 再不能拉到裤子上了 快去 实在没办法了 今天 今天已经洗了第五次了 五次 十次也得给我洗 滚 是 好了 我老婆给我生了个傻儿子 生了个讨债鬼 这是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您说一百个大洋不是个小数目 这借贷的规矩你懂吗 借其三个月 你没有房企抵押 只能按三分算 三三见酒 也就是说三个月以后 你得连本待息 还我一百九十块大洋 也许你是为了一时救急 兴许不用三个月 你就能把钱给我还上 一个月 也就一百三十块大洋的事儿嘛 明白不 如果你把事情想清楚了 就在这企业上 签字划压 我带我 这位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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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月 安 空 上 天 耶 耶 耶 沙河 四路下 星山 嗯 方 里的雷的楼 哦 近 tid 一段秋思唱的真是地道啊 福哥 丹根镇长 您说呢 好啊 我忘了介绍 这位是方桥镇长万福根 这位说书先生 请问尊姓啊 我姓婉 婉若仙 好啊 婉先生唱的这个平坛 那何止是地道啊 简直就是于阴绕梁 三日不息啊 婉先生 打算在方桥待多长时日啊 一是要看方桥的听众多余寡 不会少 不会少的 我敢保证 二是要看老板您 给我开个什么价钱了 价钱吗 这个这个 哦 都好说 都好说 这婉先生 常住你的书场说书 这是你的荣幸啊 还他妈这个那个的 婉先生 你说个价啊 别不好意思 人多人少都是这个价啊 逃了吗不逃 我逃 谁说不愿逃的 愿逃 我愿逃的啊 多谢二位了 婉先生 您在这儿都安顿好了吗 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 不用客气 好歹我是一阵之长啊 都安顿好了 就不劳万政长操心了 好好好 那 那明天就开书吗 哎 干嘛还有明天的 今天 今天该 哦 婉先生 可以吧 妈 怎么了 是 出此下策 不是我图某对你不信任的 你想 你们一家与务定所 长期地漂流在水上 借了我的钱 把船一撑走了 我到哪儿找人去 我的这个担忧 你能理解吗 这就是你女儿 对 不女儿 不女儿 好好好 这人好 名字也好 真是个美人披子 来来来 拿着 去买点糖果吃 我爸爸说过 不能让我要陌生人的东西 我和你们家 已经不是陌生人了 是有关系 密切的关系 来 拿着 不许 那就先拿着吧 谢谢这位先生 谢谢先生 好 不用谢 不用谢 薄言不久留了 这时候也不早了 今天书场夜场有全本的公愿 我得告辞了 妈 这位先生为什么要给我钱呀 妈 我不喜欢吃糖 这些钱留着给爸爸扎药吧 乖孩子 那妈先留下来吧 走 给爸爸熬药去 小姐 看见那个姓万的了吗 一到书场啊 两个眼睛像苍蝇似的 一直盯着你 一会儿也没离开过 我看这个人哪 心术不正 也要当心点 我也看出来了 假如我们不再打算漂泊了 姓万的还不能过分开罪 当时可以利用他 多少为我们遮挡一下施肥 没见过这样的听客 场场不落的 我看他呀 不光是想当听客 怕是打你什么外主意啊 出道二十年了 最好人见多了 我知道分寸 也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 小姐呀 我们租下这个房子啊 也算是安顿下来了 有件事啊 想请你帮忙呢 老婆 有句话我早就想对你说了 我和你这八九年相依为命 四处奔波 早就超出了 在上海时 那种主仆之间的雇佣关系 你就该把我当你亲生女儿一样 凡事不用那么客气 说吧 什么事情 小姐 你在书场 结束的人多 从今往后啊 我想请你啊 帮我留个神 看看有没有特别灵秀的孩子 我想趁自己现在还能说 能做能动 把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刺绣绝 传出去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客真秀 就这样后继无人了 否则 我会死不瞑目的 别扫了 反正树叶还要落的 今天扫干净了 明天又这样了 过来坐会儿吧 陪我说说话 我昨天晚上梦见老太太了 她拉着我的手哭个不停 你记着啊 晚上给她烧点纸 别让老太太在那边冻着饿着 顺便也给我妹妹阿秀烧点纸 这阵子 今年的清明和七月半都忘了 这阵子 我老梦见他们 你说 是不是他们要找我走啊 太太别瞎说 日有所思夜有所想 白天啊 你就想点高兴的事 晚上就不会梦见他们了 我还能有什么高兴的事值得想啊 有啊 还记得 你小时候想吃栗子 非让我上述给你摘的事吗 栗子我倒是给你摘了 你却给栗子折了 汪汪地哭着告了我的状 害得我被老爷一顿板子 你却在一旁拍手数数 这不是件高兴的事吗 哦 还有 你偷了绣房的白娟 拉我到河边做增子增鱼 还让我给你烤了吃 结果云锦衣服被烧破了 我们俩躲在破鱼船里 不敢回绣庄 绣庄所有人上上下下地找我 我被我师父 靠在这棵树上 打得半死 你却嫌棍子太细打得不响 非要换根粗的 幸好啊老太太不忍 好不然 我早成了孤魂野鬼喽 这些事情 你都还没忘呢 忘不了 就是再过几十年 衙没了 也忘不了 好 我当时真恨你 恨得牙痒痒 恨你跋扈 恨你不讲理 现在还恨我吗 要是还恨 现在就不会天天陪着你了 绣庄的人 走得差不多了吧 哄你几次 你始终没走 陪着我 到底为什么 我 我 我有愧于明德绣庄吗 有愧 太太 这几年 我把明德绣庄的衰败 前前后后想了好几十遍 霍端就事于 来贵偷走了那副白子闹春土 那副绣品要不是被我找来的伙计偷走 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了 别再提这些事情了 我差不多都快忘干净了 我差不多都快忘干净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 你多不得了 少而难得 为之息 少而特别 为之其 晚先生的谈词 真是把西其 都给占了 这位婉先生 一定是经历了人生起伏的人吧 一段剑歌文龄 唱的那可真叫七婉绝伦哪 由不得人不伤心哦 是不是啊 这不是淡庄主 我听说淡庄主最近从苏州的昌门 唱车拉回一个会唱两句的小娘子 关上门一个人在绣庄里是喝酒听曲 该不会是别人度乱的吧 确有其事 既然有这么哑的事情 怎么还到曹老板的书场凑这份俗热闹啊 曹老板 你这儿没规定什么人能来 什么人不能来吧 当然 当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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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顾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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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恐怕不行了 岳先生要你走不动的话 你就给他顾顶轿子 啊 好女儿乖 快去 你走 不是你说的万福庚怎么会知道的 镇长那天把我堵在了门口 我不让他进 我就只好照实说了 你还跟他说什么了 没别人什么了 他还问你什么了 他就一个劲地追问我说 绣装里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 我都中您的吩咐跟他一五一十的 说了不下好几十遍了 可是 他总是遇到我一次就得问一遍 贼心不死 老爷 自打前天我们自己找了买储 福庚镇长就老是跟咱们过不去了 您看 刚刚在书场里那副嘴脸 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水庚哪 富贵人求和 贫穷亲不和 当年卖字画不是分了他点钱吗 当然有好脸色 现在他没粥喝了 能给你好脸色吗 不过别着急 好戏马上就要开楼 还能有什么戏 咱们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卖了 万福庚喜欢上那个说书的 你知道是谁吗 就是城中府当年在上海包养的那个戏子 他不知能改地 岳先生 你找谁啊 我找岳先生 岳先生 岳先生 岳上是在书场听书呢 不知你 我找岳先生 沉沉一沫沫 風沈天馬隔離 彷彿 風沈天馬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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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敦艦 一笔一刺 君呢 大爷 别哭了 我 我 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 嗯 你看 我沈大 多有福气啊 能遇上你 是我们老沈家 前世纪德 修来的福分 你别说了 这些年 我 我有你在船上 还有古语 我真是 很 很 很知足 你快别说了你 别说了 爸 你 前些时候 我隐隐约约听到秦军 你 是不是跟别人 借钱 给我买药 你别管了 不 快把借的钱还了 一定要还了 啊 不能因为我 把你们母女 也拽到太湖里 你别说 不能 一定不能 娘 娘 孙大 孙大 你别离开我 曹爷 我孙大 没什么本事 没能让你们如雨 你过上好日子 我 我有愧日 大别太晚了 你好好当一回事 只有等 来 来世了 要是你愿意 咱们下辈子 还是一家人 好吗 快别哭了 你 你看 我们的小孤鱼多可爱啊 真是舍不得的 你没事吧 你看这些年 我们没把她的身世给捅破 我求你了 一定要 找 找到她的 深深风景 一定要找她 要是找到她的深深附近 我 我也可以 闭 闭眼了 我也可以闭眼了 我也可以闭眼了 快救我 拜拜救快一点 快一点 这个孩子 你快点 你快一点 快一点 快点 你 闭眼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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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她好可怜 这么多年来 没穿过一件新衣服 为了给家里省钱 年不出了 酒也不喝了 你爸爸 是为了我们母女俩 好看了那孤季 盛大 你是一个好人 如果当初 你没有把我从水里救起来 现在 你一定还在太湖上撒网打鱼 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你就不会像现在 孤孤单单 躺在这冰冷的坟墓里了 真的 本来我已经想好了 好好地报答你 可是我没有想到 可是我没有想到 你怎么脆脆冒冒的就怎么了 盛大 你对我们娘俩的好 我们这辈子都记住了 这一世 我们没有机会报答你 不 来世 我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你听到了吗 神大 有人吗 晚上 晚上有人吗 土老板 您这是 当家的走了 船舱上有点乱 我就不请您上船了 不客气不客气 就你一个人 你女儿呢 我女儿去给观太铺的黄老板 送钱去了 肖小年纪还是挺能干的嘛 按道理 我今天是不该登门的了 可我大老远的来了 还是把事情给说了吧 我知道 您是为那笔借款来的吧 既然你知道 那咱们就把事情给办了 好 土老板 我本来借您的钱 是要给我家先生救命的 可惜他走得太急了 我家先生生前吃了不少的苦 所以我不能这么简单寒酸地 就把他给葬了 等等等等 我今天来 不是来查你的钱 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对你家先生厚葬也好 薄葬也好 都跟我没关系 我关心的是七月到期了 你能否还我的钱 我 我想 您能不能再宽限我些日子 宽限 宽限当然也是可以的喽 谁没遇到个难处的时候啊 你打算宽限多长时间哪 就再宽限我三个月吧 三个月 这还款的规矩懂吗 不知道 那我得好好跟你说说 拿算盘来 三个月 勇得一三二十七 这一百九十个大洋 ken 一二五三三三四四三二十七 这每个月的利息是五十七个大洋 鲸有兽限 就是一百七十一块钱 再加上本金 总共是三百六十一块大洋 我这个账算得没错吧 没错 可这里边还是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借我一百个大洋 借其三个月 我是连本带息 一个瓶子没收着 如期要年轻三个月 到时候你还是还不了我的钱 把手一摊 我还能把你给吞了不成吗 不会的 不会的 涂老板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 尽快地把钱给你还上 我是很愿意 也相信你是有办法的 可总得拿一个什么东西 做抵押物吧 我替你出个主意吧 您说 你女儿倒有聪明伶俐 人又长得好看 不如拿她做底样 你现在同意 我现在就可以带她走 给我儿子当童养席 甚至 镇住真一笔钱 我都可以不要了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只好请你去一趟镇宫所了 现在去镇宫所 有契约在 你还不了我的钱 也是要强制你母女俩 到我钱庄为谱 做工顶账 我家的佣人 一年是十二个大洋的工钱 你母力量 什么时候能还清我的钱 你自己算算 明天这个时候 我拿新的契约来找你 好吗 告辞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这是你绣的 这猫的眼睛绣得太像了 这是我绣的 跟你的一笔 差得太远了 我老师绣不好所合真 最多的是你绣的这幅方桥一梦 不过有骨子呢 妈 你今天把这些绣品 通通翻出来干什么呀 顾雨 妈为了给你爸治病 借了别的钱庄的钱 我没有料到 这高利贷会那么厉害 要是咱们不马上 把欠款还上的话 那后果就不甘设下了 妈 你是想把这些绣品 拿出去换钱 嗯 你不是说过 这些绣品无论如何 不能下船吗 如果下船的话 给我们家带来大货的吗 现在 已经大货领导了 我 按照 ev门 做出片 我 不无论 不发出 这些绣品 不知道 那些绣品 是 可 这是 断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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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都会到这里来收购的 公元 到时候 你就到人多的地方 只要咱们不漫天要价 一定能卖得出去的 你是要想让我去卖 对 只能你卖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能去 为什么 转过身 头绝一回再回 为什么 回回首 泪却一流才流 为什么 说再见 说再见 为什么 人 人 人 心 却 还在 你身 是 人 是 怎么 你 如果 人 是 你 是 你 月光一盞 这里有那梦成的铭剑 的梦 为什么转过身 不去会再回 为什么爱回首 泪却一流才流 为什么说再见 为什么说再见 为什么忍一愿心 却还在 爱在你身边 你也在这里 聊下爱的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